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部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 以及訂閱 《啟抗疫平競掣》 反網部 好 我這個圖呢 什麼電影啊? 大馬Sir找的當然知道了 家有喜事 沒錯 吳均宇 程大嫂 當然他由一個叫做 大馬鹿後來就變得 很經驗了 但是我們這次說的就是 一位新移英的KOL 他就在他自己的 社交媒體那裏 投訴 還有這位新移英KOL 就是之前抽英雷黃水的 英女王林忠之前弄了一幅漫畫 說你好好 在英國生活 愛香港人 關你什麼事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說 大家有沒有發覺 你們另一半 來了英國之後 越來越烏味 我簡直覺得我老婆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之前在香港 他一向很探靈 很滋整 下去超市買東西 都要化妝 撿到正一正 才肯出門 現在 隨便 在家裏 就是 穿著在家裏的衣服 入門衣 加件外套 就是這樣 出街買東西 其實 我有時也是這樣 說真的 這些是 外國風格 其實又不是外國風格 其實 需要不需要什麼都化妝呢 他就說 而且我還覺得 他現在 髒了很多 以前 以前 每天早晚都堅持洗澡 我也是早晚洗澡 最近說水費電費貴 變了 一天洗一次 我就覺得沒問題 一天洗兩次 又不是個個可以 而且 你不跟我們現在三十多度 對呀 我也是每天洗兩次 對呀 現在英國是洗澡洗澡 其實又沒問題 他就說這樣也正常 但這幾天 天氣明顯 是冷了 他試過有一天 說 都不出街 不洗澡了 直接 睡覺了 我就覺得相當地恐怖 他就說 當地人 都不是每天洗澡 他說的都是現實 他就說 這裏又不像香港 空氣質素那麼差 灰塵油多 偶然一次 不洗澡也不覺得 而且那麼冷也不要洗 早點睡覺吧 這位KOL就說 以前 他經常說 最討人家髒髒的 現在 教什麼 什麼東西啊 整個人聲情丹邊 真的嚇壞我了 很多人都是 嫌人歡己的 他就移民了 來到英國之後 老婆就不上班 留在家就做全職主婦 洗碗 拖地煮飯等等 家務的一腳踢 是不是這樣啊 穿得去喝嗎 他這句話 激怒了很多人 就是 我們都是王 但是 我不想老婆立即變王變婆 其實 我覺得 無論你是什麼政治江譜 你也懂得說 洗碗拖地 煮飯等等家務 一腳踢 他幫你做你還想怎樣啊 還有啊 你洗碗拖地做家務的東西 難道穿得去喝嗎 對 但是我只覺得 你這傢伙好像都 說真的 我們有時候覺得 你移民是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的正確選擇 他怎樣都肯幫你捱 我覺得你這樣好像沒有什麼良心 很多人說 來了英國 會變得 變得清淡一點 因為 不會 經常 不會 其實不會 不會 因為不會經常出街吃 大部分家裡煮 飲食清淡了就容易清淡了 但是我老婆 原諒了很多 這邊零食很便宜 她家裡隨手 就做一包薯片 一吃就停不了 又喜歡焗麵包 哎呀 下午茶有時 就做焗薯仔或者做個批 哎呀 之後呢 晚餐之後她又學西人 吃雪糕 吃雪糕 最近呢 吃得這麼好 其實也挺 反過來她這樣去西化 說真的呀 吃得方面是西化 對呀 最近她還愛上了Costco的芝士餅 哎呀這大半年 看著她 好像 漲得很厲害 至少是圓潤了 十幾個Kilo 又不敢出聲提她呀 哎呀她以前在香港 每個星期都會做健身的 現在唯一的運動就是做家務 不過呢 消耗的能量 都不夠她呀 那麼多東西 抵得回 那條數呀 哎呀老婆帶人呀 再這樣下去呢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還可以接受到的 這麼委屈 但是呢她說到呢為了省水省電 冬天不是每天洗澡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真的覺得她呢 變得骯髒就有污染了 喂喂 冬天真是 不一定是每天洗的 你有沒有試過 不然你們應該試不到 我一般來說都要洗的 但是有時候 你真的太冷 在塔斯文尼亞華 那真是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說 說句老實話 他呢 都是省水省電 都是為你 你說他什麼 為大家 為大家 就是為一個 對 變成什麼 面袍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不太好 顯得你好像很沒良心 他以前 在香港 要裝扮 可能是為了工作 當然 我相信他應該是 有兩個錢 你看他 他老婆 他是 全職 家力主婦 應該是 在家有兩個錢 應該是買到樓的 那些人 在家 打點家頭勢務 當然 我看到我很多皇友朋友在留言 哈哈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出過書 他就說 唉 你是不是想做陳世美 休了 你太太 他什麼都是為了投家 你最多提醒一下他 叫他洗澡 但是現在能源真的很貴 你不要說他 一天洗一次澡 其實我認識很多英國人都不是一天洗澡 這個也是現實 這個也是現實 也有人說 變家事協調中心 看來很多 已經說人 真的有苦要找地方 當然他說 有什麼辦法 也有人說 天氣這麼乾燥 其實 沒有出街沒有出汗 兩三天洗一次澡很普遍 我 也是這樣的 另外 亦有人說 早前 記得在 一個地方 就說天口熱 女友想吃雪糕 男友說 為什麼你還要吃雪糕 你應該做過這個圖 之後拿利器 招呼他男友 男友就 離世了 亦有人說 有什麼好說 你跟他說 跟我們說什麼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辛苦 亦有人說 這個KOL 究竟你黃還是藍 為什麼說話這麼像大公文匯 這樣又不像 沒關係 沒關係 亦有人說 小心啊 別人又 報道你的事情 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報道了 亦有人說 唯一一個我不想移民的理由 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做非數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 你可以自己做 你不想移民的原因就是做非數 你說什麼 你考慮的東西應該更加大的 這麼細小的東西拿出來說好心理 不是為了小孩子嗎 不是為了呼吸自由空氣嗎 是不是 你的眼光看大一點 可以嗎 我不知道怎樣做非數 所以不移民你說什麼 我只覺得 你們究竟 想做什麼 很難理解你的思維 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這些人在想什麼 亦有人說 在英國 真的懶得化妝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又不用外出賣 是否有一個 即是倫理之間的風氣呢 你看到鄰居 她也沒有化 陳姊奶也沒有化 黃姊奶也沒有化 我不用化了 可能也是 我想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機會 另外 亦有人說 就說 又不用 上班又沒有朋友約出街 在家裏穿晚裝 放下頭給你看 她幫你做了家頭細母已經好好了 自足 男人 我都覺得她 說得亦都是對的 另外亦有人說 有人 一個星期都沖刺糧 我都見過 我也見過 我都見過 西人都有 無論什麼人都有 有些地方都是 其實 有些 北方人都是這樣 亦都說 原本 在香港還可以 鬥一下誰 去到外國 都是五官政治 不能鬥 沒有了動力 其實五官政治 我覺得沒有關係 另外亦有人說 有機會多些出街旅遊 走一圈 不用錢 先撈爆你 走一圈 走一圈英國回來看看 還會不會這樣說 你 旅行這家 小弟個人的慘痛經驗 有些是 旅遊中途和 旅遊之後 是很厲害的 為何你這件事沒有準備 那件事沒有準備 怎知道 有些更慘的就是 旅遊之前已經吵了 所以你不要亂提議 真的 你說對 你有沒有 相同的經驗 沒有 我沒有 這樣也好一點 這樣也好一點 一般我是做計劃者的 另外 英國 也有人說 其實英國天氣都很濕 濕度和 香港差 差不得多遠 怎麼可以一句 歐洲是 歐洲人幾天才衝刺 就可以總結 其實 真是幾十下 英國的濕是 是冬天室 亦有人說 這些就是文化差異 阿哥和 同學 聊天 他們都不是洗澡的 阿妹很多同學 就有頭塞 還有這邊是 濕動 夏天就乾燥 他就說得對 冬天室都不會出汗 不過我們接受 不能不洗澡 這個真的是 接受到 說坦白說 你不洗澡最大的問題 是體味 一般來說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 我就是想說這個 有些人說 歐洲生活 隔天 洗澡真的沒什麼 亦有人說 你幹嘛寫我 我來到這裡 都好像你老婆那樣那麼烏尾 還有一件事 我漏了說 這位KOL自己是不是很英俊 很知整 每天都看鬍子 撿得正一正 他好像不知道 我看到他 就有個自己漫畫版的樣子 就自己 畫到自己像貓王的頭髮 如果你自己也是 相當之 在那些 不瘦蝙蝙蝠 不瘦蝙蝙蝠 麻煩你 你再拒絕才批評 老婆大人 亦有人說 千萬不要搬去英國 回大灣區 又是這些 有人跟你那幅圖一樣 說到尾 又是街友喜事的劇情 我也是馬上想起這部劇情 亦有人說 就是 跟他說 然後兩個人一起加入 健身 早上抽時間 一起跑步 另外叫他 找份part time 上班消磨時間 可能 一起加入這個健身 男那個如果很早上班 怎會加入 亦有人說 你老婆已經成功融入英國文化了 你呢 我都覺得他很融入英國文化 吃零食各方面 亦有人說 最好的方法 就是 跟他 阿辣加稅 類鬥類 才是夫妻 好事嗎 說真的 亦有人說 我只是跟他講 亦有人說 關我什麼事 跟你老婆講 亦有人說 如果他可以跟老婆講 不用跟我們的 網友分享嗎 又好像是呀 哈哈哈 你不說 你覺得 會解決到這個問題嗎 怎樣也要跟他講 怎樣的方式 語氣方面 是呀 我覺得他不敢 我覺得他不敢 因為 據我所知 他要叫他老婆過來 他是浪費了很大的 周節才行 因為他老婆本來 是不甘遠過去英國的 還有一件事 他老婆有沒有加入這個 Fan Page 或者是 他老婆的朋友有沒有加入Fan Page 有的話 這位阿哥也相當之 有些效果 應該沒有 亦有人說 如果真的 圓潤了十多KG 你不說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吧 三副鞋子應該是尺寸不同 穿不穿得樂 很難說 如果他本來是穿鬆身衣 是不是 亦有人說 小心今晚要貴留念 有人說可能已經貴了一晚 看他今天也沒什麼聲氣 亦有人問 他的生活是好了 還是自然了 我就覺得 最重要是自己過得舒服 我都覺得是 真的 你喜歡怎樣都是 你的事 當然 某程度上也要跟 伴侶 有些溝通 有些共識才行 不可以自己 自把自衛 以後會有很多紛爭 原來他也說 他兩夫妻有時也會有很多 不是有時 是有時也會有很多善煞 其實這不是很合邏輯 有時還是有很多善煞 都可以 他就說有善煞 其中一件經常吵的事情 就是跟車牌有關 香港生活即使沒有車 都完全沒有問題 但在這邊 真的要很有體力和耐力才行 開車很難 很容易 現在又不是叫你開棍波車 其實他就說 他就很想 叫他老婆去學車 但他老婆又不願意 因為覺得在家裡 你用什麼?你載我去就行 然後買零食回來 這好笑 在外國生活來說 懂得開車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基本生活技能 當然 他不想他老婆經常在家 明知這個學車的費用很貴 也叫老婆的起心肝去學 其實他學車的確是不便宜的 每個小時是52磅錢 每次最少是半個小時 即是這麼說 每次最少是一個半小時 即是76磅錢 差不多 等於他一天的工錢 但為了他老婆 學會駕車之後 可能就有些動力出街 也對,你有車牌也有些動力出街 不過說真的 有時候都是懶得駕駛 看看你是否真是 新生學會 拿到車牌的時候 是很有動力的 沒錯 這個真的是 尤其是B牌子的時候 B牌子的時候 我載你去哪裡? 等我來 後來覺得很累 不要亂睡覺就好了 你自己去吧 其實 他就說他老婆很難 給他錢他也不肯學 自己每天 差不多給他整天工資 送給他 去學車 結果有時候學到回來 都是瘋狂了 駕駛的又不好 很想叫他老婆去 學一學 起碼有動力出街 有動力出街 人生好像有目標 就不用像家裡一樣 吃零食 以及 做一些 其他的家頭細胞 家頭細胞 你叫他做 不要 那麼不公平 當然 因為 他老婆 要去買零食 經常叫他開車 去超市買零食 他就說 天寒地凍 有費有貴 那也是 其實你這樣跟老婆的邏輯是相反的 老婆說為了 省錢不洗澡 你現在還叫 逼他學車 要浪費76磅 其實貌似你又跟他有些矛盾 對呀 對呀 所以你老婆可以說 哎呀 我也是為你好 老公 沒有呀 你可以跟他 據你力爭 為甚麼 希望你爭得如何 你再說回剛才的原理 我也是 要幫你省錢 留在家 沒錯 他就說 給他學車也不肯 經常都說 省錢省錢 唉 結果老婆也說 你不要給我那麼大壓力 要不然我不做家務 結果他就很害怕 其實你也很想 你家務是給你老婆做 是嗎 其實 說真的 就是幫忙 我覺得 但是他又說 這條人很壞 如果他幫忙 他老婆更加不肯動 你們真的要好好溝通一下 真的好好溝通 如果不是 我只覺得 可能會散 我是這樣看 因為你要知道 你們這樣貌似 貌似 對 對 而且好像 不相信 你又不相信他 所以 我就覺得 你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是嗎 所以 我是這樣看 如果你想 這段感情 是可以長久以後 真的可以移到文 不如 你就跟他講清楚 你這樣不是那麼好 不如 人生有一點意義吧 不要經常 吃零食 不要 在家 出去認識朋友 我付錢給你社交 不是怎樣 你又覺得他 在家 有很多方法解決 但是 你最主要的事 最根源的事 都是你 兩夫妻要談一談 是的 我也覺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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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這個也不是罪大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有些不可調和因素 最後來 你要知道 宜裝文 你是投家散了 有很多例子 真的有很多例子 你值不值得先說真 最後來可能大家都 拿到一個PR 之後 再不是是夫妻 或者再不是戀人 究竟值得呢 因為他的情況可能是 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各有各的上班 是的 比較獨立一點 應該這樣說 是的 獨立的 時間比較多 現在 對著的時間多了很多 接著 大家有些生活上的習慣 各樣的問題 開始慢慢回復 沒錯 我也覺得是這樣 以前 始終你 早上九晚五 可能家裏就回去 大家一起吃頓飯 睡覺就算數 但是現在 有些家頭世務有經人來處理 家頭世務 香港當然是 有這個 肯定不會為了這件事 吵架 兩夫妻 但是你要知道 去到英國 我覺得你又不能怪你老婆 因為你老婆也為這個家 付出也不少 本來 他 就不肯跟你來 他又跟了你來 現在還給你嫌棄的話 我就覺得對女士 貌似就不太公平 是嗎 溝通一下 溝通一下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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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